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上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做了一个更改 由原来的更改为现在的14-17.5的轮胎 第二他在车桥里做了更改 原来咱们不是带这个四轮转向吗 现在咱改成了传统的前轮转向 那么相应的桥箱也进行了更改 那么这回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轮式挖掘装机的驾驶里面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驾驶室的里面啊 首先这个装置呢 就是这台车的打火装置了 而这一部分啊 就是这台车装载机的一个控制台 这相应的前进档后退档 而且还有这个仙档 这边呢 我们配备了两个高低速 说说这台车我们有四个档位 这个梦最重要的来了 我们怎么到后面去 这时候你看啊 一扒了 一转 哎到后面来了 后边呢 就是咱们这个挖掘装置的控制台了 这边还有这个仪表这边啊 有这个空调 然后这个仙导 而最吸引我的一个点是啥呢 它有三个桢 你看看 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两窗户 最牛的是这个啊 哎 哎 哎 牛不牛 主打就俩字 两块 那么这台奥利特BL90-5轮式挖掘上载机 它操作特别简单 上手也方便 老板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谢谢你 你 还在等什么呢 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